在還沒接觸戲劇之前 我的第一志願 是成為一名奸商 沒錯 不只是商 而且要構建 那是對生存的渴望 從駐唱舞台走進未知的表演領域裡 再推翻自己當初的人設 因為戲劇的包容力讓我為之震撼 透過角色 演員可以不斷不斷地重新溫習 已經發生過的 甚至追不回的時光 從小我就是個電視兒童 從小我就是個電視兒童 坐在地上扒著飯看電視 是我覺得最開心的時刻 大學時因為迷路開錯了門 意外闖進劇場的貓道 窺探到充滿光亮的魔幻舞台 我告訴自己 有一天要站在台上演戲 很幸運在表演的路上 即便每次上台前 還是會一次又一次地遭遇演員的噩夢 會緊張 會怕臘腸 會擔心忘詞 會怕火龍突然 咳咳咳咳癢癢的 很早就意識到胖胖的身體 是我的獨特性 慣性生在群體裡 樂於當一枚快活的綠葉 但 日白腳騎苦路是你的啦 站著站著好像也震出了一朵花 經歷角色的起承轉合 成為他人生命的載體 二十多年的演出 始終沒有忘記 把幻笑帶給大家的初衷與熱情 所以才會那麼傲嬌地告訴大家 我是諧星 我會演戲 戲劇 加深對人性的同理心 加寬對這個世界的理解能力 不僅撫慰在螢幕前的你們 更感動著詮釋角色的我們 何其有幸 是個演員 因為太愛犯跟斗 誤打誤撞 翻進了藍林劇房 還不懂得什麼是表演的十七歲 非少去拍猴島的電影 在影視環境的變遷中 我走進許多大愛臺師兄們的人生 演到自己 也成了師兄 戲劇依然甜美 可愛的存在 我曾說過 做戲就像做一道料理 肉是男主角 麵是女主角 但沒有蔥薑蒜 那就是欠一味 我就像市場裡的蔥花 蒜頭 不管哪種表演類型 我都能為這盤料理增添風味 只要能夠對觀眾產生影響 打動人心 使我做演員持續三十八年的動力 與每次角色的相遇 都是一次全新的生命 我期許自己是一個 從新開始的演員 活在角色當下 感受當演員 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在還沒接觸戲劇之前 我的第一志願 是成為一名奸商 沒錯 不只是商 而且要夠奸 那是對生存的渴望 從駐唱舞台 走進未知的表演領域裡 再推翻自己當初的人設 因為戲劇的包容力 讓我為之震撼 透過角色 演員可以不斷不斷地 重新溫習已經發生過的 甚至追不回的時光 也讓我坦然面對自己困擾很久很久的 對於閱讀障礙 終於找到了圖像記憶 去閱讀劇本 去翻譯角色的生命 像在探索一位 剛認識的新朋友一樣 那種興奮感 驅使我持續作為演員 一直好奇下去 要有不怕受傷的勇氣 把生活閱歷磕進瞳孔裡 演員的氣質 底韻 才經得起4K螢幕上的裸露透明 追求貼近真實的演出 讓我們的人生軌跡 不會是單一線的進行 這些來自角色給予我們的 遠遠超過我對表演的熱情 很多很多 二十九歲那一年 第一次從年輕演到老 演到角色六十歲的時候 有一天回家跟媽媽分享 突然有一種錯覺 我怎麼好像在跟妹妹講話 在角色和生活之間切換的感覺 魔幻好不真實 好像在投入角色 在和她相處的那幾個月裡 我整個人經歷了她的一生 她的成長 她的轉變 和角色共存的日子 自律是基本要求 但如果遇到瓶頸 或者是突然想要抽離的時候 我會放任自己 當一顆自在的馬鈴薯 暫時消失幾天 然後到了真正要離開的那一天 我會慢慢地 用一段時間淡化她 溫柔地向她告別 我們是觀眾的媒介 提醒大家對人的包容跟理解 我們是角色的代理人 試圖把想像呈現到觀眾面前 以前一直有一個聲音告訴我 想要當一輩子的演員 現在看著螢幕上的自己 我會說 可以當一輩子的演員 小時候很喜歡觀察身邊的人事物 沒想到這樣的觀察 後來變成我的表演養分 延伸到鏡頭外 上戲前的火聊一哥 都會生去拍攝主場景 對面的共謠拜拜 祈求神明 能夠保佑我們拍攝平安順利 馬提醒我自己 表演也是我的信仰 我們都在等一個劇本 一個角色 一個機會 因為演員是被選擇的 要提醒自己 要保持學習進步 戲劇豐富了觀眾的精神生活 我們是一種陪伴的關係 也是我覺得當演員 最美好的意義 演員像是一個要糊 把人生五味十色 都錄在裡面 慢慢的煎 慢慢的熬 演員像冰與火之歌裡的無面者 I am no one I am anyone 演員像一面鏡子 為觀眾投射不同的樣貌 同時也映照著自己 演員像一串風鈴 隨風而動 聞風而響 演員是很誠實的工具 我們有喜怒哀樂 創造快樂 創造感動 創造謀幻時刻 創造謀幻時刻 感谢观看